拥堵的交通放大了旅程的折磨 刺眼的霓虹粉饰着城市的肮脏 桑尼讨厌城市 但1800万消费者对于打斗的渴望 足以让桑尼和队友们 利用这份贪婪来吸取金钱 斗兽有史以来最血腥暴力的运动 而且永远会有一方赔偿性命 这是一种全新的比赛 通过生物科技密研将人类的大脑与猛兽连接 以人的意志驱使猛兽战斗 斗兽比赛真实且极具冲击率 会点燃古老的本能 令人欲罢不能 而桑尼的掠使者 是自比赛开始两年以来最热门的战队 如同风暴席卷陆地一般狂烂17连胜 今晚属于桑尼的第18场战斗即将打响 斗兽开始之前 赛场的老板迪科突然造访 他身边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立发女孩 迪科此盘前来 不单是想见识一下桑尼的猛兽 康尼沃尔 更是为了一桩见不得光的交易 他想让桑尼放水 故意输掉比赛 此话一出全员愤怒 职业斗兽者贩卖热血与兴奋 却绝不贩卖尊严 胜利带给斗兽者最古老的乐趣 非金钱可买 他们贫穷 但骄傲 桑尼拒绝打假赛 迪科嘲讽桑尼天真 他不可能永远无敌 而桑尼却告诉迪科 他有着任何人无法企及的优势 纯粹的兽性 斗兽是人类思维的物理延伸 是赤裸裸的恐惧 所展现出的黑暗面 一年前 身心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从那以后 只要对手是男性 桑尼就会将他们的猛兽撕碎 不晓得是迄今为止 桑尼仍是斗兽场上唯一的女斗士 这便是她的优势 围生舱中的康尼沃尔 似乎接收到了桑尼的愤怒 开始蠢蠢欲动 感到不安的迪科 连忙带着女孩仓皇离去 比赛开始 双方猛兽下场 康尼沃尔身高接近三米 躯干被分段式外骨骼包裹 顶部长有五刀铠甲触手 粗壮的脖子支撑着 长有鲨鱼利齿的古雕头颅 对手都市蛇发女战队 拼合了一只涡旋龙 他的胳膊很奇怪 有两米五长 一条胳膊的末端有三指力掌 另一条的末端是一个结实的骨拳 两只猛兽相互绕圈 试探对方的速度和反应 涡旋龙首先打破僵持 向康尼沃尔猛冲了过来 两只猛兽几番往来拼杀 康尼沃尔凭借灵活的走位 配合触手的运用 占据了上风 直到他扯下涡旋龙的一截手臂 对方终于露出了致命武器 一把半米长的石心骨剑 恐惧一下把桑尼吞没 这是一种比任何肾上腺素 都更强劲的兴奋剂 自我保护取代了被动挨打 桑尼以触手被斩断为代价 拦截刺向康尼沃尔躯干的利刃 就在骨剑插入大腿的同时 他控制最后一根触手 缓缓缠绕上了涡旋龙的鸡脚 无法阻止的扭转 皮肤节节撕裂 脊柱硬生折断 涡旋龙的头颅被康尼沃尔 抛向空中 鲜血刺痛着敌人的呼吸 桑尼则被胜利的呼声淹没 十八脸胜 桑尼无敌 比太过后 众人忙于庆祝胜利 桑尼则被一道楚楚可怜的身影吸引 那是狄哥身边的金丝雀 女孩名叫珍妮福 今夜 桑尼是得胜的红狐 值得龙中的雀鸟 偷藏一次背叛四主的激情冒险 二人走进卡车内的工作间 食指单扣 挑起空气中的暧昧粒子 呼吸相闻的缠绵 打破同其相斥的规律 让这场蓄意的勾引 染上性感的颜色 感官极具成温 猛然间疼痛在桑尼的炉内爆发 珍妮福伸出有金属钛打造的力爪 依靠瓷充激发 将他们静止春透桑尼的头骨 漂亮的把戏 我根本没想到你是个特工 桑尼破碎的头颅 发出清晰可变的声音 珍妮福条件反射版的再次胜拳出击 直到将桑尼的身体组织打成了肉迷 还不够优秀 我的小可爱特工 你应该明白 仇恨还不足以给我带来优势 你得有恐惧 真正的恐惧 其实桑尼没有被黑帮掠走 只是在一场酒驾导致的车祸中 粉身碎骨了 队友们重新拼合他的时候 不得不把他塞进维生舱 桑尼原来的躯体中只有几块生物处理器 接入了脊柱顶端 而他的大脑在能够真正感受到恐惧的地方 当生命受到威胁时 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像暴力的魔鬼一样战斗 这才是桑尼地狱独败之地的优势 珍妮福的身后响起沉重的金属撞击声 康尼沃尔正在爬出他的维生舱 好了 以上就是爱死基第一季第一集 桑尼的优势原著小说的主要情节 动画对原著改变不大 在完整保留主线剧情的基础上 对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关系做了删减 比如动画中桑尼的掠食者 只出现了三名成员 而原著则详细地介绍了 组成战队的五名成员 其中两位核心成员 雅各布 卡伦 原本是生物技术的高材生毕业 却因为教会抚慰右翼的政策 导致企业生物技术一下子不吃香 欠下学生贷款的两人 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严峻考验 对两位天才来说 斗兽是在经济上可行的唯一选择 而另外的两位成员 伊夫琳娜是外科护士 她协助雅各布和卡伦 实施移植技术 维斯是硬件专家 负责康尼沃尔的生命维持装置 而桑尼本人 只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流浪者 团队起初 只是收留他来开车和打下手 不曾想 桑尼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战士 战队的名字 也从雅各布女妖改成了桑尼的掠食者 此外 成员间还有一段狗血的三角关系 桑尼和韦斯曾经是一对恋人 直到意外发生后 韦斯便开始和伊夫琳娜 每晚叠乱捣缝 桑尼因为自身的缺陷 没有故意为难韦斯 但每每看到两人耳边撕磨 她都感到心寒 这似乎暗示了 桑尼兴趣向转变的原因 除了简化人物关系 动画受制于篇幅 也无法详细地解释原著中的一些设计 比如 斗兽比赛没有太多的规矩 但参赛的猛兽必须是两足形态 设计中不允许有重兵器或金属 没有时间限制 活下来的就是胜利者 参赛猛兽大多直接采用人形 因为神经程序还没有发达到 能让人脑同时控制多小肢体 比如战斗中的桑尼 每次只能切换操纵 康尼沃尔的两根触手 其他三根触手 则被处理器也管 维持一些简单的动作 而乌学龙的伪装手臂中 隐藏古剑 是否属于安装了重兵器 也存在于争议 还有连接斗士和猛兽的密链 是一种独特的专用连接 一个共生体被嵌入人脑 另一刻则被纳入生物处理器中 每一对克隆的神经元 共生体只能相互匹配 不可能被拦截监听 因此 斗士对猛兽的操纵 可以不受外界干扰 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 最后再说一个 关于隐形植入物的小细节 即珍妮弗手指中植入的立爪 其实化身金刚狼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每次伸出立爪 指尖的皮肤都会撕裂流血 产生难以忍受的刺痛 并且陷于人类的愈合能力 被植入者通常要经历 一周的煎熬恢复 从某种意义上看 珍妮弗的身体被改造 跟涡旋龙被植入骨剑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 人类终究不是无知无觉的猛兽 几望图以脆弱的肉身 掌控超凡的力量 自然避免不了 要自成苦果 好了 SDD7的原著解读就到这里 故事短小精悍 动画改云到位 二者都值得推荐 喜欢本系列的观众 记得点赞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